暑假期间青少年都在做什么 暑假生活 基本上就跟朋友 或跟家人出去玩 我会去跟同学出去玩 然后有可能会打工 你都怎么安排你的暑假生活 在一家帮忙阿公阿嬷做生意 然后有时候有时间 就跟家人朋友出去玩 去打打球 或是去运动之类的 不让暑假留白 学生善用时间规划活动 充实暑假生活 不过也有青少年 没有安排正当休闲活动 可能利用夜间或深夜 集结在街道从事危险驾车行为 瓶颈交通队 扩大防治危险驾车勤护 规划在辖内各主要道路 一级容易发生危险驾车路段 实施威力巡逻零件 希望达到 嚇阻防储青少年飙车行为 以维护青少年身心健全发展 高速公路交流到附近 或者是空旷的一些广场 让我们都会加强 规划专案取缔的情况 警方指出 暑假期间青少年没有课业压力 若无妥善规划假期 恐怕在同彩影响下 做出错误行为 往年就发生青少年危险驾车 或是滋扰斗殴闹事情形 因此新闻时有所闻 为了防止扩散效应 交通队特别在暑假期间 扩大防治危险驾车情故 展现执法决心 暑假期间 常见青少年 深夜有无照驾驶 或危险驾车的违规行为 本局针对上述违规行为 会加强规划专案取缔情务 那经统计去年 有取缔到28件 危险驾车的违规行为 驾驶人在大陆上如有蛇行 逼车或者禁死等的其他危险行为 将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 24000元以下的罚房 在此呼吁驾驶人在大陆上 千万不要有危险驾车 或者酒后驾车的行为 结合暑期青春专案 警方强化各项勤务作为 使青少年能够拒绝飙车 远离毒品并且呼吁社会大众 共同来关心青少年安全 以及身心健康问题 家长也能多付出关心 鼓励子女多从事正当休闲活动 以避免沾染恶习 以及减少被害机会 评论新闻 蔡立华为德卫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